12月22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李大笑表示 美国海军麦凯恩号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冲闯我南沙岛礁临近海域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其予以警告驱离 美方这种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 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表示坚决反对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履行职责使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美军舰当天在南海同框的照片已被卫星捕捉到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消息称 卫星在南沙群岛东北海域捕捉到疑似解放军054A型护卫舰 跟踪监视麦凯恩号驱逐舰的罕见画面 这说明在麦凯恩号进入南沙群岛海域前 解放军已经启动了相应措施 美军行动受到全程监视 随后美国媒体也印证了中美军舰同框的消息 美福克斯新闻当晚报道称 美军一名官员表示 麦凯恩号行动期间 中国军舰一直形影不离 但双方的所有互动都是安全和专业的 解放军在南海与美军的遭遇很频繁 通过这次遭遇 我们感觉现在三个一做得特别好 第一是一个动作不能少 第二是一个一点不放过 第三是一点也不受损 按照目前海军所发布的基本状态 我们全程的跟踪 连续的监视和强力的距离 三个环节没有遗漏 而且每个动作都非常高效 所以在整个距离动作 包括警告动作方面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环节做到尽才尽美 这点和以往相比保持了同一化 我想今后如果类似情况我们可以处理更好 第二是一点利益不受损 一点意外不能出 你看在一个项框内有两艘军舰 一个是我军 一个是美军 也就是说在一个框框内表明距离很近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跟踪 这种监视 它是在一个合理的距离上 也不近也不远 如果有意外情况 我来得及制止 如果有其他的情况 还可以有回旋的空间余地 这和一点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 另外就是我们在跟踪核区的方面 国家利益不能受损 一旦出去到红线 我想我们的舰艇 包括各种作战医院 会采取极其有力的动作 对各方目标进行高效遏制 进行高效约束 这点和以往相比保持的同一性 所谓的专业和合理 我想大概是两个理解 第一它符合国际法 第二国家利益没有受损 在符合国际法的这种原则下 能够通过军舰的编队航行 以及整个编队的控制 和我们驱离预案 进行完美的执行 这说明我们既可以 在国际上站得住脚 同时又完整的维护国家利益 我想这个专业和现在的其他评价 对中国海军任何一次驱离活动而言 都一来又不会过